回到节目现场 重要的是可以看到 昨天美国股市呈现是一个涨跌互渐的局面 TSM台积电跌幅又超过了1% 可见的会不会在今天台北股市又造成了压力呢 倒是先看到在亚洲股市里头的话 日韩股市在目前的这一刻至少都双双出现了反弹 台北股市能不能像昨天一样流了一个下影线之后的话 继续有一些功高的机会 也因为近期压力比较沉重一些些 所以纷纷祭出了库藏股 库藏股的表现能不能脱颖而出 马上为您邀请到韦杰 韦杰你好 孙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 韦杰 昨天您没来到现场 结果整一个交易里头所看到的收盘 美股形成是一个大敌的情况之下 结果昨天在台北股市走势里头 反而是一个开地走高 流的是一个长的下影线 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吗 在您切入谈话之前 我们现在看一下美股的观察 倒穷的部分 倒穷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前天 双双都算是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可见得昨天的盘中 在您睡觉时间里头 还是有一些沙盘的力道 那么这个力道就能够止跌回稳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倒穷的K线图 那个我们看一下这边 我们可以把时间缩短一点点 对对对 好 看一下这个 带大量的低点是不能跌破 所以短线上就是看 这一根的低点 它是一个短线的压力点 那空方是看压力不看支撑 往下任何一个支撑都不算是真的 所以你也不要看到说 下影线你就觉得它下档真的有人撑 不要忘记最近的美国股市 它是积极的在公布 这个财报的一个财报周 那一般预期大部分的企业它的获利是有机会成长10%以上的幅度 但是这一些事情都是已经是过去的一个财报的结果 所以其实从倒穷看起来好像拉出了下影线有止跌的力道 但是它攻击的企图是非常的弱 那我们再看一下NASDAQ指数 它甚至还破了低点 我们说低点破低 其实它就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走势的架构 那么它到目前为止 即便收有下影线 它也没有办法脱离空头的掌握 另外在接下来的S&P500指数上面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好 没关系 我们从视觉图来看 昨天的美国股市基本上都是维持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苹果终于出现一些止跌的力道 只有0.40个百分之 对 不过看起来它就是在一个平盘附近做震荡而已 那重点就在于它接下来5月初要公布的财报 那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也是在平盘附近 今天晚上重头戏 亚马逊的财报要公布了 那Google跟脸书其实也是在平盘 Google在它的母公司Alphabet公布财报之后 竟然是逆势走跌4.5个百分点 这个是我们要持续留意的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整个科技类股 未来的经营的展望市场不是很看好 那另外再从一个礼拜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红通通一片 这是美股过去一个礼拜的一个表现 全值最大 板块最大 越先红跌越重 所以你看到你看 FANG都已经快变成蛀牙了 都快掉光了 苹果跌了将近快8个百分点 亚马逊也跌了4个百分点 Google 脸书跟Microsoft 微软 其实也都跌了4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其实科技类股在过去的表现 其实相对非常非常的弱势 那么当然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表现来说 其实还是属于偏弱的一个表态 所以刚刚苏联哥提到一个重点 台积电昨天在美股出现了跌升反弹 甚至在平盘附近做震荡的时候 竟然默默的又跌了一个百分点以上 那今天其实会造成对于台积电 甚至对于电子股的一些表现的压力 昨天的大盘拉出了下影线 大家不要太开心 因为这些下影线不见得是真的支撑 所以其实今天从台北股市当中 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台积电 今天的一个反应跟发展 好 台积电是一个重点 那么其中包括在苹果本身 也会是一个重要的重要观察 到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刚刚一个礼拜之前 跌了大概8%了 对于国内相关题材里头的话 都是一个连番重作 其中 红海 等一下新闻当中 会特别提到红海 红海这个压力会不会特别的大 好 回头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新闻面的重点 先扫描一下 第一个 中美贸易大战的纠纷 这个在升温 可是库克要扮起何事老 在新闻面的一个联动当中的话 每每川普的部分释放可能是利空 可是随即可能有一些比较利多消息 之前不是说财长吗 现在又传的是在库克部分扮演 合适了 到底可不可以 可不可行 杨阳总裁杨金融暗示着 六位份不升息 资金一直外流情况之下 不升息 不升息隐藏什么样的意义呢 美国债息生活的3% 引发是一个全球的股汇动荡 事实上昨天有特别提到过 资金这个抽离 当然在债市的部分的话 有些继续的转进 会转进这个地方 是代表着股市已经有点状况呢 您的观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中美贸易纷争的部分 这一次真的 我们在上个礼拜 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说要到中国和谈 那中国的商务部也说 好 你赶快来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 在下个礼拜会成真 尤其在下个礼拜的下半周 有可能财政部长 美努钦 他会带着白宫的 这些相关的经济顾问 这些都是川普的核心幕僚 到中国大陆去进行一个 贸易战和谈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结果如何 我们就要持续的去做留意 那其实在整个库克扮演和事的部分 其实他一直都很想要去拉拢 对中国的一个关系 希望苹果的手机 能够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卖得好 至少能够撑住 苹果未来的营收表现 会不会担心砍上他了 好我想其实在这个库克的担忧上面 其实是有一点点 毕竟这一次制裁中心通讯这个事件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的这个科技产业当中 大家都觉得人人自为 包括像是美国的科技类股 其实也都出现了纷纷的重挫 尤其在半导体产业当中更惨 那么苹果自从上一次 在中国大陆销售状况很差 被人家拒绝聚于门外之后 其实都非常的担心 所以其实库克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一直积极的扮演 对中国很友善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在整个苹果的财测公布之后 下个礼拜 苹果的财报跟财测就会公布 那公布之后呢 这个库克又开始积极的拉拢中国 其实对于未来苹果的一个销售 是有一点点刺激的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掌握一下 苹果的财报就可以了 那另外在整个美债的部分 我们上个礼拜 我其实用了节目下半段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跟大家讲 美债升破三个百分点之后 全球会带来的一些风险 那么这一次呢 美债正式的占上三%的一个 心理的关键因素 这个关卡上面 全球股会动荡的部分 当然会影响到美元指数的转强 你看到美元指数 其实在最近的表现上面 非常的强势 在日K线的部分 它是已经突破了 将近三个月的一个平台 整理往上去做攻击 所以其实在美元 它其实在殖利率 往上攀升的过程当中 它是形成了一个内部的推力 那在外部的助力上面呢 包含像是英镑 包含像是欧元近期以来的一个重点 其实都形成美元指数 转强一个重要的关键指标 那当然在整个 钢拉克的部分 新债券天王 钢拉克 它其实也发表了一个相关的谈论 这个非常重要 钢拉克说美国公债 现在是3% 他说没有吸引力 换句话说 他说 美国的债券殖利率 现在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 还太低 我还不想进场 反而他去看多了金价 他说金价有望突破往上涨 而且要看多金价会上涨的幅度多少 你知道吗 1000美元 没错 你听得没错 1000美元 钢拉克认为未来 这个黄金会再涨1000美元 当然这是他的谈话 我们就稍微比较保守去看待 但是我想说的是 现在美债去突破 三个百分点的这个门槛之后 我想往上冲的速度会增加 会加快 所以美元指数 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会非常的快速 那么就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 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那个央行总裁 我们的杨总裁说 其实6月份不升息 那就代表 其实央行没有意思要进场去干预 整个新台币汇率的一个走势 那你看 在美元指数往上强攻的过程当中 新台币也是出现了回贬的发展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往上走 你看到K线往上走 贬值 就是贬值 贬值 那你看最近的贬值非常的强劲 一路已经来到突破半年线的位置 而且月季线还出现了黄金交叉 从基础线型来分析 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底部翻扬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新台币的贬值一旦形成 那么我们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资金持续不断的外流 那但是呢 还是要有一个买一个利多的消息跟大家讲 其实新台币的贬值对于企业的接单状况 跟它的竞争力是比较有利 但是这个贬值的趋势要能够持续到季底 那么才会有利这些企业作帐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如果它只是一开始这个第二季一开始趋贬 然后后来又开始回升 那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利多因素 所以其实新台币的汇率 这是我们持续要去做关注 尤其是针对于外资资金的流向 新台币的汇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好那么除了资金流的一个动向之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鸿海部分二三一季的鸿海 我们等一下把线情打出来看一下 利空一波波苦手在八十块钱 鸿海到底怎么回事 最近其实之前的话在我们看到伟节部分 有特别提醒给大家 在群创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在鸿 我们可以看到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郭董的话已经很久没有在媒体面前 倒是股价表现真的形成是一个连番重挫 破低又是一个破跌情况之下 已经跌破了八十块钱 会继续沉沦吗 那么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好我想其实鸿海最主要它的股价会跌得这么深 当然跟它的基本面的改变有关系 那我想鸿海的这个三绿三降 的确给市场上的信心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当然对于未来苹果手机的销售数字被调降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利空的影响 所以其实鸿海的股价就开始连番的出现了重挫 而且在重挫的过程当中 外资一直不断的调节 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提过 这一次花旗环球针对于这个鸿海的目标价 是往下调降到比较低的位阶 所以其实对于鸿海来说 它就一直面临到法人的一个卖压